而日前國民黨臉書是貼出了豬隻 他吃的瘦肉筋抽搐的影片 引發軒然大波 今天農委主委陳吉仲就表示了 這個影片是動保團體 在美國推動快速屠宰的影片 完全沒有提到萊克多巴胺 呼籲國民黨要下架 不過國民黨團就回應了 有查證過才會PO這段影片 而且國民黨沒有變造影片 不會下架 還要求農委會不要提告 並且道歉 主席宣布散會 國民黨立委卻說不見不散 要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踹供 他們在吵的就是這段影片 影片中豬隻不斷戰鬥 國民黨臉書PO文 說這是瘦肉筋強烈的副作用 讓豬隻飽受折磨 農委會防檢局認為是假消息 立刻報警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這樣看 是針對所有美國農業部門 在推動快速屠宰的時候 所有的人道的福利的議題 從頭到尾三分鐘 沒有一句話來可多辦 百分之百是不死的影片 我們希望國民黨盡快的 把這個影片下架 而國民黨團也大動作回嗆 QVB公司的豬隻有餵食瘦肉筋 他們屠宰場也接受餵食瘦肉筋的豬錢來屠宰 那時候造的2015年 也說要放這段影片之前 國民黨有經過查證 影片是真是假 雙方各執一詞 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據釐清 華視新聞羅律李鴻杰王元澤黃昭盛 海北報導 主持人